作词 李宗盛 未来的路 就在脚下 不要悲伤 不要害怕 充满信息 期盼着明天 新的风暴已经出现 怎么能够停止不前 穿越时空 竭尽全力 我会来到你身边 微笑免得危险 梦想真正不会遥远 不计用心 肩并向前 既定一定会出现 新的风暴已经出现 怎么能够停止不前 穿越时空 竭尽全力 既定一定会出现 既定一定会出现 最后 既定一定会出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指挥 从高空发动集中攻击吧 他现在停止不动了 先不要着急 现在还不是时机 雅克第四号和胜利飞燕二号 因为闪电人战而处于待命状态中 光靠一号敌 力量还不够 让我再想一想 副队长 能让胜利队先回总部吗 全体吗 目前怪兽看起来还算平静 不过还是有人留下来好 闪电人战好像快要发动了 战得这么快 怎么回事 支援部队也快要赶来会合了 我知道了 我们也需要补充能源 现在马上回去 所谓闪电人战 全称因为闪电人歼灭战 应由闪电人和加佐特引起的飞机遇难事件 此后又接连不断的发生 由此TPC决定利用雅克第四和胜利飞燕二号的强大火力 发动一次大战役 歼灭在世界各地出没的闪电人的巢穴 这就是闪电人战 事情的经过还要从一星期前说起 在参谋所部会议上 已经通过了闪电人歼灭战的作战计划 太好了 闪电人 你等着瞧吧 是啊 说不定他们现在又在世界的哪个地方了 你们听我说 闪电人原本也是地球的生物 他们之所以会变成怪兽 都是因为人类制造出的大量电磁波的缘故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也就是说如果不根本解决电磁波的问题 而以为去消灭闪电人 这不是治本的办法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没有采取任何对策 所以事件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我考虑的结果是 我决定不再考虑了 为什么 说起来很遗憾 现代社会是没有办法停止使用电磁波 当然 停止和减少使用电磁波这件事情 说起来很容易 问题是 如果不使用电磁波 人类能生活下去吗 人类一旦习惯了使用方便的东西 再回头很难啊 如果真是那样 人类真应该感到惭愧 没错 真希望人类能够变得更有智慧一点 大姑和丽娜说得很有道理 也很能理解 可是我们应该正视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 现在是非常时期 既然我们的任务是保护人类 免受外敌的侵害 那么我们就应该战斗到底 丽娜你太天真了 指挥和绝境说得没错 只有把造成威胁的敌人消灭 人类才能生存下去 所以 胜利队和TBC 要更强大才可以啊 叶瑞队员 你说什么呀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呀 琳娜 大姑 对不起 我对 叶瑞队员的要求是不是 太勉强了 想谈谈吗 为什么怪兽会出现呢 找出他出现的原因和理由才是 对付怪兽的真正对策 难道不是这样吗 你说的也对 况且强化装备的话 那是无止尽的 对了 为什么狄家 要帮助我们人类呢 帮助这么幼稚的我们 我们回去吧 闪电人 闪电人 作战 已经开始了 亚克蒂斯号两个小时以后出动 再有一艘亚克蒂斯号就好了 就算还有一艘 也不能开到住宅去进行炮击对不对 我觉得最保险的方法 是用胜利飞燕二号的德克萨斯炮 可现在他又不能用 好了 命令是这样的 闪电人战照预定进行 绝井 新城 丽娜三个队员参加 副队长负责指挥TPC地上部队 对付那个怪兽 大股队员负责支援 另外 还有野锐队员 你能出发吗 可 可以啊 有没有问题 没有 没有 那就出发吧 明白 全舰特救各位准备战斗 护卫中队和救护班提供八人 请立刻到舰上报到 嗨 嗨 好久不见了 你还好吗 我很好啊 每天都很忙的 看 现在就要去出诊 我现在 也要去降妖伏魔了 要去战斗了 希望怪兽能够早一点 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这样的话 就是为了这个 TPC和胜利队在顽强作战 在日夜维护着和平 和平 现在和平吗 如果哥哥你们能够停止战斗的话 老天爷就不会放坏兽出来了 再见 装备完成 队员请前往五号门 大姑 快点 是 我觉得绝景说的 初天之下是挺有道理的 可是仔细想想 又觉得有点不对劲啊 但我就是想不出哪里不对 你是指对电磁波问题 人类无能为力这件事吗 是啊 其实听了绝景的话以后 我也认真地考虑过 琳娜你是不是想说 难道不能彼此共存吗 共存 地球并不只属于人类专有 对啊 就是这个意思 地球上所有的生物 大家都应该互相尊重 和平共存才对啊 其实我们的工作 最终的目的不只是保护人类 而是应该保护地球 当然要做到很困难 因为我们既无法和怪兽沟通 又不能预知外星人 何时会出现 说不定狄家就是想做这件事 一定错不了的 我突然觉得松了一口气 大姑 我们得赶快走了 好 大姑 谢谢你 我的天呐 我的天呐 有这么多装备 就安心多了 是啊 可是 要是这些都还不够用 那该怎么办呢 那就麻烦了 能不能说具体点 什么麻烦 大谷 在 照原定计划 站到二十分钟后开始 明白 我十分钟内到达 明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怪兽一开始活动了 遍波通讯状态 就会变得非常恶劣 那个时候使用信号弹传递信息 野锐 是 全体队员作战开始 你在那搞什么鬼啊 不好了 怪兽的输出功力在上升 什么意思 这表示他根本还没使出全力 大谷 快跑 可恶 不能通信了 野锐 信号弹 是 是 全体队员开始炮击 天堂 是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停止攻击 全体撤退 快撤退 阴瑞 阴瑞 这里有人受伤了 快叫救护班来 所以 我说胜利队应该更强大才行 琳娜她一听 就生气了 我还以为你这个人很聪明呢 这么看来也不怎么样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可是很认真的 你这么对年长的人说话 态度很不好啊 朋友 你不怕死吗 我不是朋友 我叫野瑞 叫什么都一样 难道你不怕死吗 只要能维护和平 因为这个工作本身就一直办着危险的 你有没有喜欢的人 你说哪儿去了 如果你死了 就再也见不到喜欢的人了 现在 现在是非常时期 这种男女之间的事 等到了和平时期再谈是不是 反正你只会按照别人的指示形式和孩子没什么区别 如果大家能试着把武器丢掉 这样怪兽就不会出来了 什么嘛 问题才没那么简单呢 你自己说话才像小孩子一样 这家伙怎么搞的 把我当孩子砍 又没比我大几岁 副队长 怪兽的情况怎么样 他现在没任何动静 我不是问你这个 我的意思是 他为什么会出现 目的又是什么 你是怎么了 我一个人想了很久 怪兽到底想干什么才出现 对东北部的金字塔和幽怜时光机器 是不是还在分析啊 是啊 其实最新的报告刚刚收到 金字塔那方面 从石像的碎片中 发现了地球外的有机物质 而对时光机器的声音部分分析 意外得到了类似亮或光的单字 还有没有其他的发现的 花了这么多时间分析 但只得了这些 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全部分析出来 指挥 怪兽出动了 怪兽朝阵里来了 快点离开 受伤者的转移呢 车子根本不够用啊 那怎么办 如果你死了 就再见不到喜欢的人了 我会死吗 我会死吗 我怎么可能 不怕死呢 叶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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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家奥特曼 为什么要战斗 到底为什么而战 叶瑞 继续 我会死 他怎么这么顽强啊 野人 你还跑得动吗 没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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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这就是答案 为了保护这些人而战吗 因为他们是我的伙伴 他们是我所爱的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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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傻瓜 还不马上准备第二颗飞的 这里是YAC第四号 第二次发生还要等五分钟 绝境 既然如此我们自己上吧 慢着 有完没完 云团的样子好像很奇怪 它本来就很奇怪 YAC第四号呼叫胜利飞燕号 总部发来紧急通知 暂时停止攻击 世界各地所观测到的云团 正在逐渐上升 好像都已经离开地球大气层 这是真的吗 我们不用追了吗 它会再回来吗 不会 它们不会回来 再也不会 因为闪电人对地球 不 对我们已经失去了信心 所以才决定离开 说不定 就是这样 好 是吗 你在订阅 有 谢谢你 炙热的心在跳动 祈祷和平降临 我们一起追寻 前途弥漫 轻轻和仙君 心中呐喊无边天际 放手光明 看到白蓝色还是英雄 是我们永远的守候 我处立在这里倾听风的声音 来把我的热情再飞翔 带着那灿烂的希望 我们牵手并肩 穿越时空气线冲破黑暗 You are always my hero 歌手玛雅拥有无数的年轻歌迷 突然那探新人出现在地球上 孤独的玛雅写为人知的过去 是什么样的呢 欢迎收看第一家奥特曼的下集 蓝色夜晚的记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